直接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的医护人员的内心 可以说更加恐惧 因为治疗病患必须近距离接触 例如你现在看到狮子山共和国 这是医护人员要抽血取样检测患者 是不是感染伊波拉 但几乎这位医护人员跟患者的血液 就是近距离接触 根据赖比瑞亚驻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官方表示 现在赖比瑞亚国内的医疗系统几乎都崩溃 因为医护人员也很想活命不想死掉 纷纷都逃离医院 军队也开始封锁疫区 不过居民也有所抱怨 8月7号这一天 赖比瑞亚政府的军队 进驻遭到伊波拉病毒侵袭最严重的疫区 封锁现场 禁止当地居民再进入 因为在赖比瑞亚 伊波拉的疫情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峰 在非洲西部 除了赖比瑞亚 还有狮子山共和国 几内亚 还有奈及利亚 都发生最严重的疫情 过去半年来 西非地区已经有超过900人 都是因为感染出血性病毒 伊波拉而死 政府派军队设立检查校 不准人民进入 封锁时间至少90天 许多居民都到街上来看 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连载满了树干的大卡车 都被拦下来 就是不能进出 有居民一方面 害怕伊波拉病毒的侵袭 一方面又认为 这种封路的做法 已经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活 根据赖比瑞亚 驻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官方表示 现在赖比瑞亚国内的医疗系统 几乎已经崩溃 因为医院都关闭 医护人员都已经逃跑 就怕被感染 很多人原本就有其他常见的疾病 现在也因为害怕到医院会被感染 而不敢到医院看病 就因此死亡 来到奈吉利亚 这家医院就把铁门拉上 因为7月20号 一位美国籍赖比瑞亚财政部长的顾问 乘坐从赖比瑞亚首都 蒙罗维亚起飞的班机 抵达奈国拉格斯机场 然后突然昏倒 就被送往这家医院 7月25号就确诊 感染伊波拉病毒 而且已经死亡 成为奈国死于伊波拉病毒的首例 奈吉利亚当地一位原住民族的护士 也在治疗这位美国籍顾问的过程中 自己染上伊波拉病毒 也已经死亡 现在还有多位医护人员 正在接受隔离观察治疗 奈吉利亚是西非人口异度 最高的国家 不过就在这家 已经被高度警戒的医院之外 还是看到街道上来来往往 摊贩还是照样做生意 实在很无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最新的消息 从今年2月到现在半年之内 已经有超过900人 因为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亡 医护人员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 赶快想想办法救救非洲人 8月8号这天 世界卫生组织 连续两天 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 举行会议 会后由香港裔的总干事 召开记者会表示 半年来 伊波拉病毒 已经在非洲西部 几个国家 夺走了将近1000条人命 是在西非地区 发生过的伊波拉疫情 40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倒爆发 是极端异常的事件 不过WHO也表示 爆发疫情的这几个国家的 医疗建设太过贫乏 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 也已经带来威胁 必须进行国际合作 This morning I am declaring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Ebola virus diseas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was unanimous It's advice to me acknowledges the serious and unusual nature of the outbreak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spread 根据统计伊波拉病毒的致死率 高达90% 有九成染上这种病的人 最后就是死亡 染病的症状 包括内出血跟外出血 腹泻 呕吐 伊波拉病毒第一次被发现的地点 是在钢果民主共和国 时间是在1976年 几乎是40年前 因为是在钢果的伊波拉河被发现 就被医疗人员称为伊波拉病毒 这种病毒透过蝙蝠传染 不过蝙蝠却是当地人的美食 记者Vlas 林博宏整理报道